但是它刮了這麼多晚 甚至是通宵搭蛋 很努力地去扭屁股 為什麼第二天 都只有整頓水在地上 連一顆蛋都沒有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us 由4月開始 我家的細鎖龜已經蠢蠢欲凍地爬出櫃角 每晚差不多的時間 它就會向著缸去 捕它出來之後 它就會四處爬 然後去找些地方 到底它在做什麼呢 如果你看過我上年拍的 那條生誕正照片 就一定知道答案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就給點面子去看 回回正題 到底它想做什麼呢 就是想生蛋 但是它刮了這麼多晚 甚至是通宵搭蛋 很努力地去扭屁股 為什麼第二天 都只有整頓水在地上呢 連一顆蛋都沒有 接下來我就告訴大家 龜生蛋的雜性 細鎖龜做到整地都是地板 地板 細鎖龜做到整地都是水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刮不到洞 因為你們的天性 首先是會去密切一些鬆散的泥土 然後刮好一個足夠深的洞 它們才會安心把蛋散下去 就是因為細鎖龜一直都刮不到下去 所以它就想嘗試排尿出來 去濕一下泥土 去弄鬆它 但是你知道我知道 它不知道 這些是地磚來的嘛 所以結果 就周圍都留下了它們 很努力生蛋的痕跡 對於 好像細鎖龜這麼講究的龜 你可以為它做些什麼呢 就是準備一盆泥給它 讓它刮到滿意為止 只要它刮到一個洞 它就會生蛋下去 下集我會帶大家 直擊細鎖龜的生蛋過程 想一起近距離觀賞的你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